下一套是世界征服還是征服世界? 世界征服謀略之聲 就是幼女專用動畫 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我先說一遍 我感覺最初看來 有間遊戲廠人設計是很像她 那間叫什麼?Unionshift 是不是黑色紅白的? 乖不乖? 黑色紅白插畫家 她是負責這個人設計的 不是這個狀態 很像的 超超的 超超的人很像 超超 所以看起來很一樣 因為他們那邊的風格都很喜歡 有個幼女 有個就穿得好像很暴露 有個帶子 基本上完全一樣 看起來又有個很大份 有些拿刀 是很像那種 做完都比較浮誇 很像 所以其實這套 首先我要說一個聲明 我是不知道這個劇情是想做什麼 我沒有人看完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做什麼 但是我是問了一些人 其實有幼女就夠了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意思 不是我明白他們 為什麼覺得夠 為什麼你明白? 你問了一些人 作為一個人 看右女的問題 作為一個人 作為一個人 看右女的問題 OK 不要緊 我不是一個人 陳某 不是人 你這套東西 其實有個 開頭他懶 是叫做 戒嚴 應該這樣說 他開頭那一幕 我無可否認 他做得叫做頗OK 是啊 因為你說到 哇 你想一下 這個世界 真的好像沒有人 徵服過世界 為什麼呢 你又好像說到很有內涵 很有夢想 你知道徵服世界 也是南京浪漫其中一種 這些是HGM的徵服世界 HGM徵服了個世界 有個嚴劍在隔壁 你要知道這套東西 從個幼女的口中 說這個徵服世界 應該這樣說 這套東西 開頭 我什麼都沒有看 我有女絕 我只看到個名字 叫做世界徵服 謀勒之星 然後 以羅星 然後 我看一看 好像都OK 然後 我被他頭那一分鐘 哇 你說了這句這麼有哲理的說話 我深深地接覆了 接覆到情無正情 簡直是崇拜寬高的程度 哈哈 有一個寬高 你的程度 哈哈 有一個寬高 多少是滿分 對公其中有十個寬高 然後 然後 原來是一個賭罪故事 原來是這個世界已經被徵服了 然後破壞了世界 哇 我想這個很正經的劇情 我一開始想著是 然後 一看完之後 一看完之後 再五分鐘 然後說 蛤 那說什麼 然後 有一個類似幼女的物體 不是類似的 她應該真的是幼女來的 我不敢肯定 這些 你怎麼知道 又說了一大堆 好像說到自己很有道理 但是你一聽到我 就明顯這條都是毫無道理的東西 他說 這套東西其實是在做什麼呢 然後他說 原來我們的目標是征服世界 秘密組織 那些什麼 然後 我看完之後 第一集之後 我咬了之後 他征服的東西 就是找個槌 打了征服兩個字 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在這個 好像那些QC搞定 那樣 就是 這個就是 Fallity check Check完OK了 那你被我征服了 但是我一開始想著 是不是被個槌打中了 就會臣服於他之下 但是我看下去 它有自然 不是 一個是有女式的征服 就是你插一支旗就在那個公園裡 就是征服了 屬於我的 是有女式的征服 那釣魚台也更低 但是 你這樣的話 令到我就說 我跟頭一分鐘的畫面 我是想像不到 不是 就是因為想像不到 究竟中間發生過什麼事 他現在就告訴你 我對這個 第一集的印象就是有女 一個穿著怪盜小水俠的風格 制服的有女 有一堆穿怪盜小水俠的風格 住扮以羅星的人 還有一堆怪盜 你肯定覺得是人 就沒有了 只要是因為 他中間插了一段對白 好像那個 又女說了一堆 好像很有意思 又可以有些反省 再有一個自我回首 喂 你要知道所有魔王 洗利人類老的時候 你要明白 那一段裏面 我是想 我是想 那位坐在 塔車裏面 那位軍官 說一句 不好意思 我打工 我真的很想他說一句 他說什麼 我打工 你打不打工 你韓服於我便可以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說的 你說的那樣子 那個宣言 你如果跟一個叫做什麼 世界的總統 你可能在國會裏面 說這句 我覺得你那句氣勢很夠 但你跟那些瘦身的人 在那裡說這些 我覺得你是 對牛彈琴 你在那裡說 你說那麼多話 你趕快給我射一拋 然後我回家下班 他完全覺得 他肯跟你說你 你拆黑林頓已經給你了 你有本事 我老闆 立即不打你 是不是 不是拆我林肯嗎 是拆林肯 不是黑林頓 Sorry 林肯 總之 我想最重點是第一件 就是大家不知道 關西亞復什麼事 什麼名字 那樣叫 第一集不知道做什麼 不要緊 再看一集 好像是個 第二集 日常回 人家是好像很出名的編劇本家去寫的 好像很厲害 又有江村 寬哥很厲害 不要半過 他們的實力只有半個寬哥 對 合起來兩個都只有半個寬哥 不要提 不要再用寬哥的指數 戰鬥指數有半個寬哥 不要緊 總之去到後期 第二集就變成日常回 不知道為什麼 煮飯很難吃 日常回都爆 最重要是有一個叫做 有對抗組織 跟這個秘密征服勢的組織 與之對抗的一個好像政府的秘密組織 白色羅賓 他們唯一的十點 他們唯一的十點 就是穿衣服沒有品味 差不多 品味上 一個顏色 一個白色 等於你看銀河美少年 你覺得銀河美少年穿衣服很有品味嗎 我完全覺得這是銀河美少年的續集 銀河美有女 銀河文有女 你不會有個差異 這件事 至少兩集裏面我看不出 你開頭開到頭 這麼 這麼宏大 這麼哲學性 我真的覺得 這件事 你不說我真的有些想不到的感覺 我用鏡花一句 這叫做象心 你不可以扁一象心這個字 一個象心只有四分之一個寬歌 你最沒資格說扁了象心這個字 我可以很肯定 他這兩集劇情只有四分之一個寬歌 才就是告訴你 你不可以扁一象心一字 剛才你說兩個加起來是一個寬歌 但劇情只有四分之一個寬歌 但劇情只有四分之一個寬歌 不要緊 這個也不是重點 我看完之後會覺得 我在懷疑自己在看這個K-ON的日常 應該也不算 是喝茶吃蛋糕的 這個只是吃飯而已 還有我很懷疑 為什麼第一集歌場景會出現 因為吃完那個飯之後 他們會回望了整個地球的創造 還有一個人類的變遷 再加上世界毋日的景象 有沒有那麼雲大 全世界的人吃了那個飯之後 就令到那個世界變成這樣 所以是那個世界征服之飯 我看到復筆 其實那個是征服英俊 我那個是復筆來的 絕對是 我肯定是復筆 八米飯 絕對是復筆 告訴你 所以最主要是 我看不出一套 你要搞笑的 但是你開頭說他的東西 我會覺得你這套東西是認真的 其實是 他認真搞笑 我知道爆漫有所謂的嚴肅搞笑 但是我嚴肅 嚴肅和搞笑應該是混在一起 才叫做嚴肅搞笑 不是嚴肅一刻 搞笑一刻 就叫做嚴肅搞笑 沒錯 我正在做嚴肅一回 嚴肅一回 嚴肅沒有理 做嚴肅不理 我真的太厲害了 重點是的 他們說現在是神奧西加南 他實際行動又好 他主事 到底我想個人 aspects 哪有甚麼 或者是不清楚 他好像又要打 但又沒有打 他好像沒有打 一閃流 一閃都清不了 他的兩集放一怪 就是自己不小心放出來 又不小心搞得到他的 其實他們在自己這裡做了甚麼 那其實你這個世界有什麼誇張,不如搞不同的事情 我搞不清楚這套東西想做什麼,究竟是認真的翻組,搞事的翻組,是一套嚴肅認真的翻組,嚴肅搞事的翻組,還是認真無厘頭的翻組呢? 我就無厘頭了 不是認真無厘頭,是認真無厘頭 認真無厘頭 所以我可能說,好像很多人都覺得這套,我聽下去就說,有人說OK的,我可能看到,聽了他們說OK 我看了一分鐘,你現在說話,我真的覺得,可能真的有點深度 所以最後是看到,是OK有問題了,應該是 算了,我也不知道被人適合給了一次,算了 其實我看這套東西的時候,看他看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少動畫以畫人的角度,作為一個主視點的出發 這個我有點興趣的 但是至於動畫表現得好不好,就是這回事了 應該這樣說 其實我開始以為,因為本身應該在第一分鐘裡面,做描織那個應該就是普通少年,就是主角 死窮鬼 明日太太 明日太太 可能應該是他變成老人家,他見證了這個世界征服的歷史 然後再看他,他加入戰鬥主說,莫非是一個秘密征服世界組織的戰鬥員的奮鬥故事? 他們奮鬥了死,煮晚飯了,他奮鬥了 但是第二次又是另一件事 不是很正常的,三軍未動,梁草仙恨,打精神,只要自己的肚子 我覺得他們自己不停打的東西就是不停放一些東西出來,就是自己打 他是練功的,是比較主角,有陰謀,我覺得絕對有陰謀 所以不知道,至少大家講了十分鐘,我們這樣一套 總結一句,說什麼呢? 他有半套work up girl 錯了,四分之一,剛才說的 不要再用字數了 想work up girl,講什麼神作比較呢? 你沒有用work up girl才知道 那套是神作 這套的重點,例如有女之外,我想不到其他 黑色紅白的作畫都重現得不錯,畫很好 想不到其他可以 暫時,因為我們是不知道這套東西做的 所以就沒有答評論 不是,鏡花寫,我也不知道有這套東西 我是一直連不知道這套東西想說什麼 很久沒試過這套動畫,令到有感受 所以我覺得這套都很好 有一種重回初心的感覺 迷惑蕩樣 大家有沒有一種初次看動畫那種感覺呢? 我有那種感覺,是不是好像初戀一樣呢? 選這個,我們有沒有很噁心的說法 就是鏡花的動畫處,不能被修補了 我有一種鬼動在裡面 我的拳頭有一種鬼動在裡面 聽到你說一句,不是說一套動畫 我聽到你說一句,不是說一套動畫 有種火,左屬性 所以... 就是... 我又想說 就算我覺得不知道她在做什麼都好 但我依然看了那20分鐘 不覺得像是Wake Up Girls那麼長 但是Wake Up Girls太好看了 所以我覺得太長了 我覺得你是錯 Wake Up Girls當然是長 她有50分鐘其實是長版的 我還沒砌那套 那套會覺得應該是... 你回去慢慢補 我會覺得是一個世紀那麼長 你回去慢慢補 你回去慢慢補 所以... 原本真的在說什麼 現在真的不知道她究竟精密什麼 四目以待 可能是神作沒有人說的 對,這件事是沒得說的 我們今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